NBA 王志志 刘宁、易建廉、孙悦、周期这五名中国篮球运动员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区的NBA,但对于那些在NBA选秀中被落选的球员来说,若想打上NBA就要困难很多了,尤其是中国球员,因为NBA球队了解不多。 这么多年来只有巴特尔一人,是以自由球员身份进入到NBA,丁燕宇航希望能成为第二个自由球员加盲NBA中国球员。 不过目前我们CBA联赛的NVP球员丁燕宇航很有希望成来自巴特尔之后,有一个以球员身份进入到NBA的中国球员。 因为丁燕宇航和其他的球员抱着创意网不同的是,他这次可算得上是破釜沉舟,直接拒绝和山东对签约回来打CBA的退路。 无论成功与否,他都下赛季不回来,相信丁燕宇航有着混不好我就不回来的决心,能实现他的梦想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 再次我们祝福丁燕宇航吧,丁燕宇航去年夏天就代表独行侠打夏季联赛。 关于丁燕宇航有冲击NBA的消息,相信这两年已经频频被刷屏了,尤其是在16-17代季丁燕宇航获得个人第一座MVP奖辈时,他就被NBA独行侠看中。 去年夏天代表独行侠打夏季联赛表现也是非常不错,最终获得了独行侠。 给出的商项合同,但因为这商项合同是NBA首次开启,大家对这个新合同并不了解。 加上丁燕宇航的母队在去年夏天也新勃勃,前下两名NBA轮换一别的外员,意图冲击一把总冠军。 而山东队能否冲击总冠军的冠军,就是丁燕宇航能否回归。 毕竟丁燕宇航在CBA那就是外人一别的存在,上赛季山东队冲冠,为过而今年情况则完全不同了。 这几年一直对沙东拿了一只千金的沙东高速,因为董事长孙亮的离任决定赶上了。 虽然新东加西王集团也算不差钱的主,但明显对沙东队的投入要小很多,尤其是小爱员由劳森换成此前在CBA并没有证明过自己的好运根股的洛克。 队长虽然没有在CBA注册,主义轮换后卫张辉很可能赛季报销,就连最近三个赛季带领山东队三星期后赛的功勋教练凯撒也下课了。 加上其他几只强队不是保留住上赛季班底,就是还有所增强。 哪怕是丁燕宇航回归,也可以提前宣布冲冠无望了,周期在NBDL打比赛也是进步非常大因此丁燕宇航在目前的情况下,直接拒绝和山东队签约,完全是能理解的。 虽然表面看这样好像独死回归CBA的路有点冒险,但这也能让大家看到丁燕宇航冲击NBA的决心,很多时候往往是背水一战才能激发最大的潜能。 何况退一步来说,就算丁燕宇航最终没能被独行侠留下,被下方的NBDL丁燕宇航也能提高自己。 就像周期一样,上赛季其实在NBA上场时间寥寥无几,更多的就是在NBDL独学队打球,但就算这样,大家也可以用肉眼,看到周期的进步,也正因为周期的进步。 这才让丁燕宇航下定决心部和山东队签约,给人感觉像是随时要回来,而独死回归CBA之路,只会向前看。 毕竟目前CBA对丁燕宇航来说,已经没啥挑战性了,连续拿到两届MVP基本上到顶,而他现在才25岁,球系的进步才是他最大追求。 4樁 0 2 Za4 4 1 1 2 感谢观看